你好 你好 那我给你说一声 好 宗盛宫 今天呢 我有和江老师 夏老师 还是我这个我们的刘老师 我们四个人来到这个 七楼关的这个宗盛宫 大道西宜 这个就是 第三个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大兴 然后那个老子爺爺的县 就是台阳 这个是當年的做大兴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就是 隐稀真人 当年在涵谷关守关的那个 我们来到这边主要是来看一个场地 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客厨 然后有一些学生来这边 我们要选择一个场地 一个好的环境 接一下这边的盗卖 这边是老子虾 老子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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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真的我们要对这个地方搞得好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在课程里面做些调整 要把这个 我们到家的一些 东西 要把它融进来 这是道德经的这些 它就是国家认可的 包括传统文化的一些 包括沈老师这块 它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你呀 都可以容纳进来 所以这个好像是 做同期的那种是 大家可以看 有些语言 有些语言就像你们讲 我们的工法上 那给大家讲 然后你们 这给大家可以讲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缺的一块 就是把这个道德经济 给这个立法 真的是变成一种 身体和心良的一种体验 那其实缺的是这一块 那学校做学校 我们说现在 我们不缺这个老名讲的老师 人家都是知名学者 比如说在 在做大学 不大学 经常发展 演的经文 嗯 那我们真的是缺这个什么 就是民主的一个 道家文化 落在身上 嗯 所以这些其实像我们 像对方 怎么配方 嗯 那你们说要给我 你看谁 讲的都真正好 我估计 因为学校 我们学校有一个 那个时候 这个本阳研究所 嗯 像黄女生 那些 和那个知名的 像文理的 李景教授啊 这个董萍教授啊 这些我们经常把我们学校一起 所以我们其实是缺地的 所以其实也就是要 我们刚才说的 嗯 教地的地方 嗯 不够把这块显介好 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而且这块我觉得就应该发 是 嗯 不是光说话 有相应的吗 对 不能光停留在学校上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就从学术那个神坛那边走了 嗯 其实很多搞的这块的老师 你说他不相信吗 他似乎也相信 但是呢 他真信吗 哎 他还挺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咱们这就是说透了啊 咱们做的这块 就是比较 其地点的东西 啊 那其地点就要比较 这 啊 这点 要是吗 一块是大家受益 嗯 第二个不要去走偏 对 主要是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块 大家帮上了 嗯 然后身心里面呢 都是这个 我想那些 咱们诺语第一章 就是由于三学五生 嗯 让大家学会自己 到最后是遥约嘛 啊 这个也是这个 天之道在耳宫嘛 也都在 就是天之道在耳宫 生生的 是 然后能不能一无中其中 是吧 我想咱们 咱们倒这一块了 咱们心里也很清楚 咱们要做的 对 所以这个学校我们这也就是这样 嗯 把这个 道文化 充分的 发羊毛呢 嗯 这个 各方面都能参照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嗯 所以我们总是两个 嗯 把幸福和健康带入全面内 嗯 这是学校的一个 倒这块的主室 嗯 嗯 要不说老师在路边主要给我们筹划了一块 也不想把这个方向 我们将来 咱们从这一小就把这个什么 这个文化链接 从那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 这个韩文寺 嗯 嗯 从那走到这个江湖 把这些文化链接 深圳我们从这可能会走到一个台山 嗯 我是想把这种文化的 这个 道教的文化 像佛教的文化 像儒教的文化 做一个彻底的链接 嗯 让大家在践行呢 那么咱们这可能就像你们这个可能搞得很特色 我们这可能是践行就比较 来的 来的比较比较 来的更 更低层了 然后自己走过去那种感觉 嗯 嗯 啊 深度我们可以从唐古关走到这儿来 是不是啊 对 从走老子的这个 当年 嗯 这个 这条路 往上拿下感知了一下 现在 现在目前那头话是讲的 具体的细节还 在慢慢的这个 因为我们俩接手也是最近的事情 嗯 所以春节我们俩在这儿也 也做了两个礼拜的打带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家处理 嗯 可是希望各位同仁们 我们大家一块儿 道教的这种文化 然后在春宁一谈 我觉得也是春宁的 道教的文化 然后真正的发展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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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